在内玛遭到大巴黎极端球迷围堵之后 这位巴西球星的未来基本也可以确认不在大巴黎了 而内玛这次被围堵不光是球员个人问题 大巴黎内部的球员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情绪 你们看到了内玛的下场也开始担心自己在巴黎的未来 巴黎人报记者就在最新报道中谈到 内玛这次的遭遇得到了大巴黎多位球员的同情 队员们认为这件事情太严重侵犯到了球员的个人利益 球员们非常震惊球迷的这些行为 将会更加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问题 大闹内玛家的事情也引发了全队的恐慌情绪 而且这次巴黎更衣室也出现了内讧 直接牵扯到了六位球员 这些球员更加认可内玛继续作为巴黎的领袖在球队效力 这六人中可以确认的就是马尔基尼奥斯 维拉蒂 金蓬贝 拉姆斯这些重量级球员 他们和内玛还有梅西的关系都是非常要好的 看到两位南美巨星的待遇 这些球员也想要反对大巴黎高层的这些举措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原因 就是姆巴佩的霸道已经失去了人心 大家认为俱乐部不是国家队 姆巴佩想要和国家队一样对队友进行高压管理 但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巨星 怎么可能和法国队一样老实听话 而现在看来齐达内的预言也成真了 之前齐达内拒绝巴黎就表示 是想要夺得欧冠需要团队团结一心 而不是有人凌驾与球队之上 巴黎继续让姆巴佩如此操纵 未来想要拿到欧冠可能性也非常低 人质原地释放巴黎生日尔曼分崩离析 自决定对梅西采取三庭处罚后 巴黎众生相各有不一 整支球队彻底的分崩离析 5月3号 加尔蒂尼的教练组并没有谈到这件事情 但在球员群体引起广泛讨论 一些资深球员深感兔死无悲 而一些年轻球员认为 巴黎生日尔曼做了一件好事 梅西被竞赛甚至离开 让更衣室恢复平衡 自己也能够得到更多比赛时间 而巴黎人报记者联合创文称 梅西不太可能再为巴黎生日尔曼出战了 俱乐部的另外两大头牌 姆巴佩在这起事件中保持沉默 而内蒙尔就非常强硬了 在社交媒体点赞吐槽巴黎生日尔曼 并非伟大俱乐部的帖子 又点赞了自己和梅西在巴黎笑历史拥抱的照片 最后发了一条设媒暗讽巴黎球迷过于极端 三连机点炸了巴黎生日尔曼球迷的弹药 极端球迷聚集在内蒙尔家门口高唱内蒙尔离开 而巴黎管理层也在暗中听取内蒙尔的报价决定对他进行清洗 自坎波斯上台后 巴黎生日尔曼执行法国化政策 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极端球迷希望看到这种局面 实际上他们不仅抵制其他国家的球员 连金主卡塔尔财团都抵制 昨天甚至发出一份公开信 全文的大致意思就是受购了雇佣兵 卡塔尔安分分地当铠子就行 三庭梅西事件发生后 欧洲足坛并没有如 纳塞尔和坎布斯所计划的那样对阿根廷人大家声讨 梅西团队也没有像以往一样保持沉默 著名的记者罗马诺和迪玛奇奥都证实了梅西事先有请过假 为尊重巴黎还推迟了两次沙特之旅 而巴黎生日尔曼所谓的训练计划是临时增加的 梅西去哪是目前足坛最关心的事情 有人说他会回巴萨 他的儿子已经在西班牙的学校注册 有人说他会去沙特 沙特开出4亿欧元的天价年薪 本人也接受了沙特的宣传大使合同 实际上梅西没有选择 罗马诺证实早在一个月前 他的父亲豪尔赫就通知巴黎生日尔曼不会再续约 唯一的选择就是沙特 巴萨总经理阿莱曼尼决定离开俱乐部转头 阿斯顿维拉 钱是一回事 另外他厌倦了在巴黎继续在火线上跳舞 也不理解如何让梅西回归 这么久以来 笔者只看到了阿莱曼尼在离开巴萨的高层 坚持强调不可能迁回梅西 其他人全都在高喊迁回梅西 显然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梅西方面 就是因为这次前往沙特签约 沙特旅游大使才被巴黎管理层推上风口浪尖 其实梅西回归巴萨不是板上钉钉 但巴萨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未到最后一刻绝不会放弃梅西 两个重要的细节显示梅西重毁巴萨的决心 第一梅西在左脚上纹了一个纹身 他把巴萨的队灰纹在了腿部上 这种切夫之爱明显了 显示梅西多么的深爱巴萨 特别是自己确定成为自由球员 拥有选择任何球队的主动权 首选肯定是回归 第二梅西的儿子已经重新在西班牙的学校注册 梅西去哪踢球 家人就跟到哪 这同样暗示了梅西 要重返西班牙的定居 在梅西有望再度和巴萨续缘后 在巴黎遭遇球迷攻击的内马尔 恐怕也坐不住了 进入夏天阶段又要上演 转会肥皂剧 毕竟梅西离开内马尔 更没有留下的欲望 所以只是内马尔离队有望成真 首先 大巴黎真的想放弃内马尔 毕竟作为球队第二高薪球员 他的出勤率实在太低了 其次大巴黎希望引进更年轻的法国本土天才 像梅西内马尔这些南美巨星 拥有过就算了 所以从大巴黎的角度看 放走内马尔是合理的 第三 内马尔的转会是可以租借 不一定是永久转会 因为没有球队愿意花费太多的资金 引进内马尔 这也让切尔西获得了得到内马尔的机会 切尔是战绩糟糕 主教练同样无能 但不缺钱 只缺顶级巨星 如果能够承担内马尔全部年薪 切尔西应该是愿意足借内马尔的 甚至考虑增加买段条款 内马尔其实不是玻璃人 英超的防守球员只是硬朗 但绝不会冲人去的 所以内马尔在英超的发展情景是乐观的 而内马尔一向追求高薪 切尔西能够满足他的要求 总好过加盟纽卡这些新贵 然而塞罗才有希望加盟纽卡的球员 尽管纽卡的主帅表示 无力承担内马尔的工资 间接地暗示了更加无力承担塞塞罗 两亿欧元的年薪 不过塞罗已经提前地赚取了不少年薪 如果能够重回五大联赛以及欧冠比赛 他很有可能愿意效仿梅西的匠心 这样一来 纽卡引进塞罗的难度就大大减少了 同时 塞罗带来的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纽卡背后的金主虽然有钱 但现在运营球队讲求的是财政平衡 塞罗有能力为纽卡带来不俗的收益 绝对是双赢选择 这个夏天 梅西 内马尔 塞罗 若能够同时转会 将可能改变足坛的格局 巴萨直接原地赴旺 塞罗则退役前仍有望刷新多项的记录 实现人生大圆满